超過百名激動民眾不斷叫囂 他們不滿田納西州威廉森駿小學 強行通過戴口罩規定 不戴口罩大聲咆哮 這群人還攔車騷擾乖乖戴口罩的人 美國新學年開始各州防疫沒共識 佛羅里達反防疫反的很徹底 即便佛州住院人數屢創新高 州長依舊嘴硬不止不頒布口罩令 還公開拒絕接受聯邦送來的呼吸器 反觀加州在疫情下全面開學 則是防疫做好做滿 如果老師不打疫苗就得強制每週裁剪 也有不少美國民眾擔心疫苗防護失效 在政府核准前就偷偷打第三針 不過根據CNN報道 美國FDA在48小時內就會正式宣布 開放免疫力較低的民眾接種第三劑 所以加強徵TVB的新聞中不動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